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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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商量着对策 旁边一路过的小男孩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巧合的是 男孩竟听说过他们要找的阿金 不光如此 这条街上的很多人都知道 当年的金剪辞阿金舍身报国 组织群众抗日 去前线打鬼子 是个抗日英雄 这样的消息让东青小亚喜出往外 根据男孩提供的线索 他们找到了阿金剩前的战友 然而却得知 阿金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经牺牲 他们只带回了阿金的遗物 一套理发的工具和一张彩琴的照片 可该怎样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彩琴呢 东青很是头疼 为了帮助彩琴完成夙愿 机灵的小鸭想到了一个点子 到了晚上 只见东青一副阿金的打扮 来到444号便利店外 和彩琴完成了重逢 并带她在焕然一线的北平城逛了又逛 望着灯火辉煌的城市 彩琴很是幸福 七十年的等待没有让她失望 但她知道眼前的人并不是阿金 也突然想到 自己早在阿金去前线的第一年 便生命死去 从东青口中得知 阿金当年没能服役的真相后 彩琴也释然了 当第二天的曙光出现时 她已经悄然离去 这一天的曙光出现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